你想想,咱就是有钱咱俩能吃啥, 七哥每天只有一顿饭, 我每天只吃一顿饭, 你说我现在就吃个馒头能多少钱呢? 吃包子饺子馒头, 吃点这东西是七哥最爱吃的饭, 你告诉我能花多少钱? 穿西装,我可以天天换一套西装, 我可以一年就穿一套西装,他又能吃多少钱? 就你七哥这长相,穿啥衣装不好看呢? 是不是?我穿的腰盖服都是穿出世界时尚出来,是不是? 衣服算啥又能花几个钱? 车,你说我上哪去? 说美国弄个好车, 就像真的是四个人到那儿就租个车, 四个人都弄车,太容易了, 而且你说这些车这么多在那儿, 你不用买新的, 车这么简单, 是不是? 你说现在飞机上哪飞去啊? 你飞哪去啊,是不是? 美国就这么大, 是吧? 你还不能去英国, 又没有飞机, 坐船票一样, 不坐私人游船, 你怎么都一样, 坐火车票价一样, 你告诉我在美国, 你告诉我我用什么花钱? 我什么需要花钱,兄弟姐妹们? 是不是? 律师费, 唯一的就是律师费, 律师费是由家族来支付, 是不是? 非常幸运, 我有个自己完全独立的儿子和女儿, 他们经济上独立, 生活上独立, 完全可以, 过去在中国最多的是什么? 叫啃爹族, 专门啃爹的, 现在七哥挺幸运的是养爹族, 我有一个儿子可以养的爹, 没问题, 他们就这一个爹能养得非常好, 是不是? 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你就想到兄弟, 老天爷是公平的, 给你七哥一个养爹的儿女, 不是啃爹的儿女, 还有一个过去七哥做过这么多善事, 有这么多人愿意支住七哥, 任何人请七哥吃多少饭, 买这个礼物, 你买飞机大炮, 只要送给我的, 都没有任何, 不受任何破产这个约束, 我当然兄弟姐妹们想到, 你们都那么赚钱了, 那时候七哥有啥恐惧呢? 如果想想反过来, 七哥的破产是因为诈骗战友们破产, 你想我今天做点直播, 我说啥, 我咋直播? 你们都成群光弹了, 我不过啥了, 你再解释也没有用了, 你想想你如果只有GTV股票投资, 或者说你只有七克拉伯投资, 你没有洗币, 七哥今天做点直播, 你们啥敢说? 就每个战友拿出的钱, 你得到的钱和期望都比你大个N倍, 这就是事实, 所以说你说我的腹肌只拖一件, 追寻自由只拖一件, 班尼一个不拖, Alex Tiger只拖了一件, 两口子拖了两件, 今天就是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哎呀我的天哪, 这意思说Alex真来了, 行够意思啊, 这两口子绝对可教, 哎呀班尼小伙子, 超级喜欢班尼这孩子啊, 超级喜欢, 这就为什么啊, 这就是太棒了, 太棒了, 准备好久的那个丝袜,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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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天哪, 我的五几个丝袜的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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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是连体四万啊, 连体的七个很专业, 一看就看懂了, 共产党的人永远没走这么干啊, 只有我们信州联邦人, 你看看, 看看我们年少的班尼, 那天一出来唱歌, 就一出来, 哎呀我对着孩子, 我就是一下子就入了我的心了, 就我最担心就是中国人的孩子啊, 真是这样, 我就班尼就牢牢的就转着我的心, 他一唱歌的时候, 他又要唱他自己的歌以后, 不能唱别人的歌, 你完全要做你自己啊, 你像所有一个大牛啊, 巴黎啊, 郑青天机这个台湾几个孩子, 就入了我的心了, 我就希望这年轻人起来, 那天Alex Tiger你第一次上来说, 被割了韭菜, 俩孩子被打胎, 你又有了孩子, 就是这事都是入了七个心的, 今天我的腹肌的所有的关心, 还有追寻自由所有的关心, 都是为战友考虑的, 这就是我们的力量, 七哥个人破产, 要让你们给我钱, 我可以一天宣布十回, 都没问题, 只有你们钱越来越多, 我一天欠十回都行啊, 千万是为了你们得有钱, 藏富于民, 这是王八蛋, 这是共产党干的话, 他是抢富于民, 新中国联邦七哥真身的做到, 藏富于战友, 你们的钱, 就是新中国联邦的钱, 你们告诉我你有钱, 你干啥我的腹肌, 你多买一百个四万, 都花多少钱, 你有再多, 你也不会前天去包小白的钱, 你最赚的钱多数, 你一定做灭供的事业, 你一定做利他的事业的, 像班尼, 追尼罪, 你们一定是这样子的, 你说七哥就是有多少钱, 我能干啥, 你告诉我, 我每天一顿饭, 三杯咖啡, 或者两杯咖啡, 有啥呢, 真的七哥看透了, 但是让我感激的是这么多战友啊, 我没有一个战友啊, 原来他没有孩子, 我告诉他, 你一定要生孩子, 他说我不想生, 我说你生去, 年龄大了, 去搞使馆应用, 他有了孩子, 可以说他和我之间, 他嫁了个外国人, 他有了孩子, 我们称为, 我认为这是爆料革命形容联邦的孩子, 他看到七哥这个签署个人这个破产, 他受不了, 他觉得受不了, 他要把一切都给七哥, 我知道他是真做得到, 他能把命都能给七哥, 他真能做得到, 我们俩从那以后没见过面, 但是我们有了共同的孩子, 就是听了我的话, 他跟他老公搞了个示范孩子, 但这个战友的话是让人感动的, 他真的能做到, 就像我说瑞士那个, 要捐几亿美元这个, 包括日本的要捐几亿美元这个, 这我都太信用了, 他把命都能捐出来, 像英国的一个战友, 他说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我只有四千万报, 我全都捐, 我就现金, 这是你想想, 人类上有过像我一个这样的人吗, 七哥一个个人宣布产, 输以异地的人要捐钱, 而且七哥不捐, 不捐, 越不让捐, 你们钱又多, 喜悲越来越涨,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传奇啊, 我们就在这个传奇之中, 佛主菩萨讲过一句话, 最可怕的是什么, 叫做真正的人最可悲的可怜的, 就是你那个执着中, 你本身就是菩萨, 你不是说你自己是菩萨, 你本身就是菩萨, 你不是说菩萨是最可怕的, 你还觉得什么, 他说, 关键找到自己的菩萨, 就是觉悟, 找到我的菩萨心, 找到我的菩萨心, 我就是菩萨, 没有谁前谁后, 你就是菩萨, 你不知道你是菩萨, 现在我们战友可以说, 多少战友, 你们就是菩萨, 太伟大了, 今天你看到, 第一次从下托, 第一个台湾, 我们的纳米利, 第一托, 迎变世界, 纳米利太可爱了, 今天又来了我们的伏击, 从下托, 上下托, 全让台湾干了, 是吧, 我们年少的班尼, 我们年轻的自询自有, 今天夫妻艾雷克斯泰格, 在七哥的个人破产时, 又创造了无限的浪漫和神奇, 谢谢你们, 我们现在一起, 为全世界, 75亿我们的人类, 同人类, 和14亿新中国联邦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和所有的家人, 台湾同胞, 新疆同胞, 西藏同胞, 我们香港同胞们祈福, 亿新疾 pour明天族自识放市集梦, 互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考虑寂寞的问世 这样我们就可以我们自己的货币流通 就可以到自己的交易商品的平台 更容易的得到生活用品和生活必需品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完全不用法币的时代 就是这个时代请问什么时候到来 七个能不能展望一下 谢谢 百分之百的这是会的 季末这个事情一定会来的 但是我们希望把今年经历更多的把这些项目呢 特别是战友 战友们这个投资的GTV 战友们的洗联储 战友们的盖特 战友们的Gnews 还有整个GFansion GClub这块经营的质量提高 功能完善 这个已经你们在谈季末的时候 季末过去你们以为是我们保证我们商品流通的一个平台 是肯定的 但是从今年看 它远远超出了我们想象 就是我们总是发现自己 自己的今天比昨天超级伟大 我总是能发现 我们原来过去的一个月 原来这么伟大 就是我现在生活的感受 就像我们个人破产一样 就今天我感觉 昨天前个人破产的事这么伟大呢 是吧 这一样的 那么现在看 不是我们要不要寂寞的问题 全世界任何的商家 他以后不使用HP 不使用洗币 他不可能 就是我们就在空中 有无数个寂寞在等着我们 现在再来跟我们谈判的 现在我跟你说 能把你们吓死 你们都没有注意看到 洗联储都不会 他们这个真的是 这帮人真的是不会宣传的 我心目中的车神 能把一个车 我心目中的车神 就是巴西的 斯伊娜 人在巴西中的耶稣 说耶稣在世 斯伊娜这个车 竟然是 接受了洗币 卖给了洗联储 你们没看到吧 这是不可能的 你们去查下去 C呢 那真是大帅哥 我心中的男神 了不得 你再看看 现在正在谈的几大商场 网上 线下的商城 都在跟洗联储谈 现在我再告诉大家 为了不仅在迪拜 原来迪拜卖房 那个是不准确的 现在为了不仅迪拜 会很多地方接受买房子 很多地方 而且这个你就 大家记住 就过去你不敢想象的事 现在你都是完全可以想象 你再想你寂寞的时候小事了 谢谢 还有啥问题 请 从我的腹肌冒下 随便再问个问题 我再走 好 是我的父亲 西哥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问你 就是追加新GTA股票的投资 将在4月30日截止 那有可能集中抛售会造成 二级市场洗币价格大幅下跌 那洗币现在一并难求 场外交易价格远远高于市场内 是不是可以考虑由联盟组织 联系第三方的基金或机构 在场外通过HPay 一次性购买所有战友最佳GTA股票 而卖出的洗币 不知道这样子可不可行呢 谢谢 很多战友有这个提议 谢谢 现在是这样子的 你比如说有些这个海外 场外交易的很多人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有些人呢 人家我有HPay 你也有HP了 有HP我不等于 因为我手里边就有HP了 那么我手里边我有HP 那我有HP 我不想接受市场的价格卖 或者说我想今天用钱我不一定卖掉它 我给对方就形成了一个契约式的精神 我给你100块钱 但我拿100块钱你得还给我 或者加120块钱 这种事任何人无法控制的 是吧 就是追寻自由 我现在我有1万个币我想卖 但是我不想卖45块钱 但是我想拿回来的是100块钱一个币 可是我有一天我可以拿120块钱还回来 限定的时间内 或者到这时间不来你就自动拿走 这个时候我就把HP交易传给你了 这种交易是我们鼓励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交易不是说 解决了有些人能买币的KPAC过不了 他就只能在线外交易买你的了 因为KPAC过不了 他在美国的钱 加拿大的钱 KPAC的过不了 那么更重要的是解决什么 人家对现在市场价格人不认可 还有又附加了一个 我未来我何以把它赎回的体制 你这喜难主是无法把这一系列都完成的 因为他必须尊重绝大多数的原则 所以这个场外交易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关于GTV新GTV4月30号结束的问题 HCoin是不能投新GTV的 你只能是HDO可以投GTV HDO投GTV还是在联盟同意的统一协调下 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 HDO投GTV和HCoin的价格没有什么关系 HCN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大家都要去卖的时候 你卖就 你把他跌卖下来嘛 现在我觉得卖下来 我希望他下下来卖下来嘛 是吧 有人傻子你卖了 你就吃亏了嘛 你一定会吃亏的卖掉 听我的 不管你现在卖多少钱 我告诉你 除了你有赎回机制之外 你一定会后悔的 而且会很后悔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的 你要投新GTV 4月30号有些必须卖币 我相信你就卖掉它 价格会有短期的浮动 可能我估计差个几块钱 但是你看看昨天和前天 三十几块钱 啪就涨回来了 就43 44 就你有出手的 就买了 而且大家记住 现在场外交易 已经有时候 超过场内交易 多少倍了 这种情况下 是很健康的 就这个市场反应 是最真实的 而且你是不能阻挡的 它是完全自然的 但是呢 投GTV告诉 GTV是王 因为GTV本身就有 联储的5% 百分之什么概念 你今年只看到 十亿的币 新联储是有 一千亿的币 一千亿的5% 属于所有GTV的 未来投资者 你不要搞错了 一千亿的5% 和你今年 十亿的5% 要是不同的概念 好不好 还有个盖特的5% 大家不要 还有这个GTV的股份 这都是属于 他的 这永远不可更改的 这就为什么 七哥 绝不能有个人 有任何私心 所以我个人破产 大家要看到一个 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我个人破产 我造假 我拥有洗币 我拥有着股份 那就着死去了 我七哥绝对没有 谁最大股份 就是咱们战友 话又说过来 咱们战友 一定要懂得你的价值 就像我在一年前 六个月前 我说你们千万 别放弃掉洗币 你们谁听进去 谁真心听进去 信的是信了 但你能想到 今天涨到四百五十倍吗 是大家一定要 就GTV的股份 千万别拉下 你知道对GTV 他们这个大股东 还有投资者 最好的办法是 你们别投 但凡有一点猪脑的人 都会懂这个道理 他让你投干嘛 你加一起 他4.5亿的美元的 美金 几个币的钱 他平常让你占百分之二三十去 而且你占着二十三十的GTV的股份 你还占盖特 你还占Gclub 你还占整个喜联储的股份 他宁可给你 现在说你别投了 我给你 我十倍回报给你 他都不让你投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任何情况都让战友投进 这是我的权益 我们给你熬了两三年了 你必须得给我们 是不是 这就像谈恋爱一样 老娘跟你谈两三年了 青春已经过两三年了 你不能说现在你当富豪了 当官的 是不是 你让我再改嫁 那不行 你必须得 你给我多少钱 我得跟你结婚了 因为我已经付出了 就这么简单 咱就是 这必须要拿到这个东西 但是作为GTV投资者 但凡有一点 你用一点逻辑想一想 是吧 你投的不是 跟GTV办毛关系没有 GTV现在都关了 跟你有啥关系 是不是 你要的是 那个5%值多少钱 等过两天 你们看到公告的时候 吓死你了 你就知道 记住我今天说话 那吓死你了 公告的时候就明白 我说道理了 不如说卖币了 卖血了 你都只是 但是千万别卖血了 开玩笑 还有 我说 问问 我这边 没有什么 我这边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但是 有台湾农场的战友 托我 向七哥 不不不 向郭叔问个好 我首先向那个 带台湾农场的 24K团队 向 向郭叔问声好 然后给郭先生 拜个晚年 然后另外 顺便夹带一个私货 另外替我爸爸 给您带一句话 说他非常期待 能给先生 做一顿家乡饭 因为我们都是来自 河南郑州的 对 就是这样 河南郑州的 跟你爹 带好 咱就叫你 一定记住 要你爹有一天 一定有机会 跟七哥 还有跟你家人一起 我们一起做饭 我跟你爸爸 和你们 蒸这个七哥的大包子 七哥的馒头 你爸做拿手的 河南菜 整个所整柔滑 持整柔反 党整柔韧 这放心 然后台湾的 咱们战友感谢 对七哥的问候 七哥是感受到了 你可以看到 七哥的状态 我从来没有像 现在感觉到 我这么舒服 全身心的 轻松愉悦 我特别 特别签署 个人破产之后 这个文件之后 我真的我觉得 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我要了有钱干啥 你们看到了 千万别死在钱上 千万别死在床上 更不应该死在民和权力上 这些东西都不属于你的 早晚你都得放下 所以昨天这个 在直播群里很多时候 七哥咱也把那18楼的房子拿回来 我说放下 就是拥有 放下就要拥有更多 18楼他卖了 就卖了4500万 8000多万 现在你买回来的 现在4000万就4500万 对待战友了 要有多少个拥有了4500万呢 有8000万呢 无数个战友 你觉得我拥有 那个8500万的 那个执着好呢 还是战友们 无数战友拥有8000万好呢 我去台湾 我就不相信 我见了最新自由 见了我的腹肌 是不是 你看到七哥如若不见 你们住了豪宅 你们会热情的迎接七哥到家去 最好吃的给七哥 你觉得那是好呢 还是觉得七哥拥有8000万 我到台湾前 你俩到处拿刀子追 我要砍死我好呢 是吧 我拥有了一个天下 所有的兄弟姐妹的心和信任 比我拥有财富好多 一个18楼 那是我们的圣地 我们要在那相聚 战友们这都叫执着 盘古都放下了 郁达都放下了 七哥放下太多了 七哥少一块肉了吗 你们不知道 你们是没有不了解盘古和郁达 那是我的生命 我的付出 我的劳动 我全家人都是这么成长过来 几十年 我在那里的爱情 我的孩子的成长 我的家人付出 头发变白 生生死死 我失去那个哪个不比18楼大 但是你真正的了解到 你要灭供的 你能活着 你就是福分了 上天就给你恩赐了 你能活着五年 你更大恩赐了 你还有弊 你得到多少是多呢 是吧 盘古是我的 我hold着 郁达是我的 我hold着 18楼是我的 我hold着 还有 还有 还有洗臂 还有这个天下不都是咱的了吗 那上帝有这两下子吗 耶稣 释迦牟尼有这两下子吗 一生释迦牟尼都在讲法 试法 都在与恶魔相斗 有太阳 有黑暗 有月亮 有地球 它就有黑暗 从地球 一百万亿年前 相撞之后 产出月亮 形成了磁场 和引力之后 它就是 有黑有白 有冷有热 有生有死 有失有德 人生最大的 德学和快乐 就是放得下 享受 失去和得到 真正的破掉内心的执着 又能咋地呢 是不是 人生 你说就这三万多天 你执着那十八楼干啥呢 十八楼不会因为七哥不在 他那楼就是还楼还在 真的战友 现在就用七哥 你几个人能来住呢 你真的有多少次能来十八楼呢 无非是心中这个执着的执念而已 为什么为了一个执念让自己痛苦呢 放下就是最大的拥有 放下就是快乐 这就是我爱台湾的原因 爱戴丸爱戴丸 因为台湾有佛学 台湾有人心 台湾善良 你到台湾吃饭的时候 我经常到台湾吃饭 就一吃的好吃 人家台湾 再给你加一勺 再给你加一东西 我在大陆从来没见过 除了在盘古 我的饭店 老板爱吃多来点 是吧 在任何地方 都很少给你点 只有在台湾 你吃 赶快加一勺 是吧 就是多给你一些 因为他有佛教 他有信仰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看透这个的时候 你特别像郑州的地方 像班尼他爹 作为河南人知道 郁达是河南的 郑州的郁达 他不因为改成 什么李友了 万达了 什么叫甲锦了 他就是 这是郭文贵建造的郁达 郭氏家族建造的郁达 是河南郑州的郁达 五星地饭店 你开罩门 谁都可以进 是一个城市的大客厅 现在改成李友 王健林的王八蛋了 你知道 大家都不可以进了吗 照样可以进 是吧 又能咋的呢 又能咋的呢 是吧 不要为了失去而痛苦 你只能为 你得到的态度而担心 你不要为失去而痛苦 你才真正的修行成功 永远别忘了 我们的一切一切 都灭掉共产党 那就得到 为了这一个目标 什么都可以失去 没有什么不可以失去 除非你是骗人的 你不想灭共 对不对 行 咱行 追学自由 你来问问题 好 其实我刚听了七哥分享这么多 我实在 我很多困惑在您的 就是分享里面 其实都已经得到解决 所以其实我也 没有就是有什么问题 那我只想 稍微说一下 我刚刚就是这样子 听您分享的一个感想吧 就是 我以前我都觉得 就是 我只想照顾好我的家人 然后我不希望 我身边的人发生什么 就是太多痛苦 但是我一直觉得 我好像跟我身边的人 都是格格不入 因为大家都是每天 就是追逐生活 追逐钱 但是我会认为 这样的生活真的很没意 因为连自己 就是最最珍惜的人 事物 你都照顾不好了 你还谈什么理想 那个根本都是骗人的 那我身边看 看到很多朋友 他们身边的案例 都是这样子 到最后 钱也没赚到 然后家里也没有照顾好 对 所以 呃 我觉得刚刚七哥 最触动我 就是也是放下两个字 因为其实最近 我就是看到 我太多朋友 讲了 然后 他们就是 也是一样 一一鼓行 那我 其实我就会想说 好 那我今天我很高兴 我跟谁的爆料革命 然后 听了七哥 让我觉得说 我们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 我不是一个人 然后我最开心的是 我能够照顾到 我全家人 都因为我讲的话 相信我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最感恩 就是七哥带给我的 这我也相信说 也许是我的福音吧 过去 就是默默的 自己这样子 闷声的 做了一些好事 那 换来的 就是我全家人的生命 财产的 安全跟健康 谢谢七哥 也感谢爆料革命 跟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谢谢 你说这 我要给再重申一下 我们现在所有的 我们人类 我们不想说任何过激的话 但是一定要记住 这一次的整个大病毒 和共产党的 这个邪恶的 这个权力到达了顶峰 他几乎是我们人类上 面对的一个是什么 对过去这70年的人类 最长的和平时期 和科技发达时期 和财富暴涨时期 人口暴涨时期 所有的这一段 是一场清算 这个清算是什么 没有信仰的人 你会为没有信仰付出代价 你不相信人类 和大自然之间关系的 就你毁掉大自然的 搞污染的 你完全是大自然不存在的 你将付出代价 让别人不健康上 自己活得很长寿的人 你记住 你也会付出代价 还有 这个人类上 自从有了财富 他加速人类的 这个生产力和贸易 和过剩生产力的平衡工具 现在钱成了统治人类的工具 你看那个加拿大的土豆 他把大卡车自己在干啥 我停你的信用卡 我停你的保险 我让你没有钱买饭吃 这是多恐怖的事 你们兄弟你想过吗 人类在实际时代 没衣服穿 光着屁股的时候 我给你两块石头 我给你两块果子 你给我双修一次 是吧 或者说你给我另外两个果子 那个时候人类都没有拿这个来威胁的 哪有这个威胁的 你都是用你自己的劳动力 这是劳动剩余价值 今天大家去看看 共产党威胁我们是什么 把数字货币绝对中心化